你有嫌弃过自己的老公吗 雪莹 听说你老公最近投资赚了不少钱 不多 也就二三十万吧 二三十万还不多 人家雪莹可是公司老板娘 这点钱当然不多了 我家那个 这个月才赚了十万 十万 佳伦 你现在月薪 怎么着也得三万了吧 哎 哪有那么多 那 等我老公下次投资 让他带着你 那 我不懂那玩意儿啊 我不差点 你小点声 别叭嘴嘴了 那个 娜娜 等会儿吃完饭 你陪我逛街去吧 好 你好 这几件都要 你一下买这么多 这家店 太贵了 喜欢就好了 来 这件一起付了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行 我自己付我自己的 这件三千 三 三 三千 说好吧 我请你 哎 对了 你不一直说想去澳门玩吗 下周末咱俩一起啊 我 我回家商量一下 哎 回来了 怎么吹都丧气的 我下个周想去澳门旅游 待在家里不行 去那干嘛 等等吧 等等等等 你就是要等等 为什么人家想去就能去呢 没出息 当初人 可是你自己选的 现在后悔了 不是 人家老公有钱 还有婆婆疼爱的 我的就 嘉伦是有点抠门 但是他对你也这样吗 那 生日礼物 哎 周大生的项链 它断了 不是断了 它可以作为两款项链来戴 聚在一起呢 是四叶草代表幸运 展开的是四颗爱心 而且925银不易过敏褪色 啊 那做工这么精致 肯定很贵吧 我挣钱不就是给你花的吗 而且呢 德物幸运优惠 只要一百多 同款呢 就在评论区 现在打开德物 还有机会抢千元无门槛优惠 还有这双小白鞋 鞋底穿完款式也很百搭 还不到一百块钱 你快试试 你婆婆的嘴呀 就跟刀子似的 但她的心呢 医生说 我爸的手术得二十万 我 急什么 毛毛糟糟的不成事 去把你的存款 还有我的存折都拿来 不够 咱们再出去借啊 我知道是我错了 但是我就是嫉妒 嫉妒心哪 本身没有错 关键在于 你让它朝哪个方向发展 任其生长 就会得不偿失 但要是能化成 你前进的目标和动力 又何尝不是一种助力呢 过日子啊 自己觉得幸福 才最重要 要学会知足 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啊 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干嘛来这种小地方吃饭啊 是不是没把我当朋友 咱俩当初 不就是在这种小地方 认识的吗 而且啊 有时候 我是真羡慕你 羡慕我 老公 妈 你们怎么在这 你昨天不是说想吃鱼吗 我妈说那边鱼新鲜 我们专门跑了一趟 哎对了 我记下发了啊 那个 下个周和雪莹她们 一起去澳门 还吃不吃鱼了 吃吃 雪莹来我家 我给你露一手 好嘞 你 咱俩 上昆 我给你露一手 你露一手 就会饭了 都会饭了 你露一手